四小花蛋 四小花除了上文中包括的郑姓明星以外 还有周冬雨 杨子以及关小彤三人 原本这四小花的发展在圈中都是相当不错的 可是偏偏其中的郑小花出了岔子 以至于现在被广电封道文章内容都不敢提及它的名字 实在是惨过头了 也正是因为被广电封的原因 所以90后四小花的阵容就空出了一个名额 为了填补这个空缺 官媒发起投票 在近期热门的符合90后设定的小花当中 挑选了四位进行角逐 这次被提名的四位当红 分别是袁冰岩 谭松韵 李沁以及居靖一 虽然不知道评判的标准是什么 但是有这个评选 粉丝和路人就只需要投票就好了 而根据最新的票型来看 在这次的评选当中 谭松韵和李沁是最难分辨胜负的 目前谭松韵的票数是3.6万 而李沁的票数是2.3万 虽然中间还是有1.3万的票数差 但是这并不是没有办法挽回的数字 不到最后一刻 就难以分辨出结果 不得不说 谭松韵确实是当下非常有潜力的小花 在演技上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早前一部锦尼之下和以家人之名 不知道让多少观众都拜倒在了她的16群下 而言直上 她也是圈中数一数二的 精致的娃娃脸是她的标志 也让她变得更有辨识度 所以对于谭松韵能够这么受欢迎 大家一点也不意外 甚至觉得她会实至名归 当然 目前排在第二位的李沁也一点都不差 自由学习戏曲的李沁 骨子里有着东方姑娘的柔美 所以她的外形条件非常出众 然而抛开外形来看她的实力 那也是一点都不差的 也是早年被观众探完的实力派演员 探完这词用在现在的李沁身上 肯定是不合适的 但是结合她之前的演员生涯经历 就非常贴切了 出道多年一直当配角陪衬的她 直到去年的时候才终于被发掘天赋 一连主演了两部影视剧 打拼了多年才获得了现在的好口碑与成就 她挺让人佩服的 可以说谭松韵和李沁这两位 任凭哪一位当选了90后四小花 都不会出现太多的反对声 这是她们本身就有实力握住的荣誉与成就 至于剩下的袁冰岩和居靖一 因为人气的关系 这次的选举估计是要陪跑了 但这就并不代表她们不是一名好演员了 相反 以之前她们的作品呈现效果来看的话 那也是圈中的佼佼者了呢 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谭松韵这位 演技与美貌并存的花旦人权 她所主演的电视剧《向风而行》 最近可谓是名声大噪 《向风而行》主要讲述了 王凯饰演的飞行部副主任 顾南亭和谭松韵饰演的新调 《向风而行》主要来的客机新手机长成销 意外成为上下级关系 并在一次次的摩擦中 相互理解相互成长的故事 虽然简单看来 这又是一部军旅电视剧中 常见的男女主双向奔赴的爱情故事 但剧中除了爱情线 还有很多飞行的故事 比普通情感都市剧内容要丰富很多 剧西在拍摄这部剧时 为了让剧情尽可能做到百分百还原剧本 剧中场景也都是设置在真实场地 主创们不仅采访了航空从业者 并与他们沟通交流 与此同时也亲身感受了 该行业通常的工作流程 王凯饰演的男主顾南亭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航空人员 不仅严格遵守各种飞行标准 尤其是面对突发事故 首先考虑的是飞机上乘客的安全 所以顾南亭在面临台风降雨影响的时候 选择了绕行 然而同样的问题 到了女主承销身上就大不相同了 作为货运的机长 承销面对突发情况 毅然决然选择并迫降 虽然最后没有危险 但这样的行为还是存在着极大的风险 这也导致了男女主的第一次冲突 因承销的自作主张 使其直接被降格至客运部门 并剥夺了她飞行员的身份 做起了观察员 顾南亭则自然而然的成了她的顶头上司 两人的故事便由此开始 承销勇敢且足智多谋 当面对乘客对空姐的不礼貌行为时 她不仅懂得安慰同事 还假装自己取得了乘客的指纹 让他们不得不道歉 同时她还可以记录和保留证据 既聪明又机灵 但这也是问题所在 面对如此恶劣的事件 满腔热血的的承销 打算立即报警解决 但当时飞机即将起飞 如果报警 整个过程都会被耽误 所有乘客的时间和精力都会被浪费 但承销不顾一切坚持报警 最终 虽然乘客被警察带走 但代价是航班取消 飞机上所有乘客 都要为承销的不计后果付出代价 顾南亭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 但承销的态度依然是我没错 一脸的不服 虽然顾南亭平时对承销要求很严 但是当下属有问题的时候 为了留住承销 她还是会主动采取承接措施 从这点来说 顾南亭是个好上司 谭松韵饰演的承销桀骜不逊 血气方刚的性格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尤其是挑战自己上司的片段 让人热血沸腾 多次扮演过这类角色的王凯 在扮演顾南亭这个角色时 自然得心应手 她表面上很严肃 但内心很关心下属 她是一个冷脸热心肠的好队长 通过这部剧 相信王凯和谭松韵 能得到更多的肠尾效应 能在演艺事业上得到更好的发展 像风而行剧情的白热化 是由一位乘客的猝死而引发的 郭小亮因为乘机前的劳累过度 在飞往新加坡的航班上 心脏病突发 人处于昏迷状态 而飞机上又无一位医生 情况十分紧急 担任副机长的程肖 建议机长被降在附近的机场 机长江涛同意 立即让程肖联系附近的赛供机场 在等待赛供机场回复的过程中 机长安排程肖到机舱 观察郭小亮的病情 此时的郭小亮经过乘务员的护理 病情已经稳定 在头等舱里休息 搭乘这班航机的顾南亭认为 还是应该以旅客的生命为重 被降为好 并让程肖向机长转告他的意见 就在这一短暂的瞬间 机长江涛陷入了 犹豫与苦恼的选择中 若被降就会延迟到新加坡的时间 因此会耽误陆州航空 与新加坡航空的合作签约仪式 而他又是协议的签署者 这一活动对他正在竞选公司的副总至关重要 所以在他听到程务长 关于病人情况缓和的汇报后 立即下了取消被降 直飞新加坡的决心 在赛贡机场发来 允许被降的回复时 江涛断然拒绝了对方的好意 信心十足地飞向新加坡 回到驾驶舱的程肖 并不了解机长已经做过的决定 还坚持被降 机长不悦 暂时取消了程肖副机长的资格 让观察员林依诚 替代他的位置 顾南亭看飞机没有降落 焦急地给江涛打电话 再次表达他被降的意见 江涛大为恼火 把顾南亭训斥了一顿 还要求乘务长 监管好飞机上的通讯设备 禁止顾南亭使用 事情开始恶化了 飞机即将抵达新加坡时 郭晓亮停止了呼吸 基金抢救无效 旅客死在飞机上 立即成为一个 被社会关注的重大事件 江涛 顾南亭 程肖等相关人 都被推向风口浪尖 他们用不同的方式 彰显自身的人格与素质 也体现出向风而行 对于人物刻画的功力